你们知道奶奶在生活中间是一个什么状态的人吗 奶奶有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 会跟年轻人分享戏剧 你知道还会分享什么 分享穿搭 分享时尚 解决年轻人的这些情感疑惑 给大家做这个情感专家 分享恋爱秘籍 我特别想听听奶奶怎么看年轻人谈恋爱 你平常在网上你给他们支什么招 我就告诉她恋爱就是爱 你只选择爱 享受过程 你别的不要去选择嘛 我想跟他们说 那种纯粹的爱是太美好了 你要生活中找不着就暗恋呗 暗恋 我八十年代暗恋卡拉扬你相信吗 够不着才有意思 我也不打搅他 反正我就喜欢他 我没有谈过什么大恋爱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 战火纷飞中生出来 战火纷飞中长大 然后呢 非常快的第一次结婚 非常快的第一次离婚 所以我的生命中有两次婚姻 第一次婚姻也就三年吧 第二次婚姻二十来年就分手了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自由的人 所以我是绝不愿意有家庭的 但这两次婚姻都是不得不成立家庭 才结婚的 因此最终当离婚之后 虽然也有过很凄凉的感觉 但是总的来讲 心里是我自由了 我自由了 特别喜欢一个人生活 一直到现在 我们奶奶的女儿 王晓迪导演也是一名 非常优秀的戏剧导演 而且在2002年 第十届文化奖的时候 七个文化大奖 她和王晓迪导演 他们包揽了三个 所以特别特别厉害 女儿是您的骄傲吗 其实我女儿的成功 比我都重要 在我心里 我特别幸福 我七十岁那年 我女儿给我做了一个相册 把我的一生 到七十岁都放进去了 而七十岁这一年 我为了庆祝我自己的生日 因为生命来自不易嘛 我得自我庆祝一下 您是不是偷偷地跟家里人 很神秘地说 我有了一个情人 对 我就给开家庭会了 我女儿他们一家三口 在广州 我说向你们报告一个事啊 我外孙就问 姥姥姥姥 发生什么事了 我说我找了一个情人 那边就进场了 没有语言了 过了一会儿 非常勉强和理性地说 好啊 我们很高兴啊 祝贺你啊什么的 他们就说 这谁啊 我们认识吗 我说那你们猜吧 我女儿就问 是中国人嘛 我说no 然后他多大了 我大概就说了一个 我说可能二十多岁吧 我外孙不干了 比我太小 姥姥你不可以这样啊 你怎么找这么小个情人 我跟他怎么对话呀 我说你这傻了 二十多岁嘛 正好跟你对话呀 我女儿特别精 妈 你这情人是德国的吗 我说是的 你是不是买奔驰了 戳船 有这个故事 真的是太有意思了 我不能告诉他 我买车 他们会反对的 中国也没有七十岁的人 给自己买车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